但是前车会不停地铲斗 行上来了 这边外弯去卡 然后停飞 后面实施不位了 3.9 快出 好稳啊 这边上有个小喷 哇 宁星这一局零失误啊 后面完美不见 1分26秒32 直接实现了反超 双方位置发送了互换 而且第二圈 这个节奏确实不待会把控 宁星撞左墙又来是距离很远 恭喜宁星 我们去做这样的极限 但这个 我184和189 宁星又要差记录了 最后的冲限时间是1分49秒64 现在宁星落后半个三点票的话 宁星还能反超 要卡内下来 卡内完结果宁星最后裁设 只要不拖就可以再拿星梦这一分 真的有那么一种可能会出分他 宁星第一回分就直接拿下了 30秒的时间什么都没有做 做错的是阿妮的上墙 那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宁星 这回是雪山之巅宁星的路线把握得非常好 在点票以后再开淡气 让我们一起高喜宁星 率先挺进2020年QB的首亚洲杯的总决赛 我看最后的水月能够在这个位置有可能会出现卡位 而且阿靠现在也非常紧 我看这水月谁能飞得更极限 哎呀 这是这边 对 太保守了 这一波ECU释放完以后 宁星也是直接第一冲线 没能够成功 对 这个距离有点远了 ECU释放出来感觉连明星也超过去了 很难超了 最后 这个ECU已经鼓励通过了 是 还有刹车 目前找准 通过 最后的话只剩下一个甩尾 我们可以恭喜风仔 这秒 哇 林好 林好 已经曾经到 感受了 但自然之后被风仔挡到了 这里路线刚好挤到一起 真敢 这个 不会有失误啊 我们的恭喜风仔 成功晋级六强 音乐的时候被撞到的 看下这赛尖交ECU 对 两个人 如果一次给到风仔的话可不好受啊 我感觉出去的人好像都能稳住 对 借于点标球的问候 那这样的话我们得恭喜风仔 是的 晋级到我们下一段的比赛 最后的弹射 一弹没问题 二弹顺利通过 只剩下最后一个弹射 风仔外绕内路线是他的强项 没有问题 败者组一穿三 最后的三个弹射 恭喜风仔 挺进决赛日的败者组决赛 一个了 所以这样的话 风仔要从开担机 下一个弹道上去 主动去对抗卡坤了 这样的话 CW就坑出来了 实现的反超 恭喜风仔 四比三 拿到本轮的局点 对 阿尼公共两个人开截 两个人选手就开始 对方上了 这边卡丘的一些两个人更加急区 阿尼在前 还要从赛后 可能说 赛大人这个比喻已经开得很好啊 最后啊 一方上两三三 卡气 妈 卡麦一管气了 凌晴来到零跑位 阿尼上去进攻一下东仔 再挤内到顺侧挤过来了 东方还有磕了一下 最后成绩一分零 哎 这个第一次显得是按D的 0.01秒 但是已经稍微追上了一点了 从0.4 0.3 这边在层上拉过来 上来了 直前面反昌 前边封在速度上出现了巨大的损失 这里再看落地角度 没有 没有上墙的 这样的话 阿尼又拿到这一分了 断空起 但是这个断空起 阿尼再上来去卡维 没有通过 阿尼还能抄 还能抄 直接飘的细节 确实太好了 哇 阿尼现在再次来到第二次了 也有点歪 但是能够控住自己的车 这一撞 突然之间 还是错 阿尼撞了回来 0.5的时间差 对 基本就没得到 哦 这个压车 阿尼做得非常精彩 他背后一个弯道了 暴力以后 下面一个点飘 可以有记录 7 这也是今天的第一个记录 但是E4U放得不特别好 要不要撞 阿尚要不要撞 最后的机会 卡内线是没有机会的 阿尼还是能够顶住压地 这边再做但是延续 让0.1秒差 没有机会的 恭喜阿尼 5比4拿下 第二轮大比分 2比0 战胜阿尽 我跟着说 对 我看着 刚营来说 只要稳着跑就够了 看到后面最后的一个进道点 起来了大战 一个精差距离 瞬间拉近了不少 但是出弯的时候路线没那么好 毕竟是两天行者 在这段路的最后一个进到点 上面突然 太多了 这个路线也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板枪车身就弹在实现了反超 而且前面阿宝陆车又点弯 又是我自己再离开了 只剩最后两个十五点了 这是第一个 这五票 两个的弹机节奏都没有离开出来 这就十包出来之后 看延续 你们阿宝都不能够丢出压力 最后一个万 第一被警察管车一个队口 完整抽烟 咱们是已经在了莫安的车身上 一挂的一挂 下面一挂到右洋内线去卡阿姬 今天的红哥非常凶 这边再钻一拨内线 下面钻一拨 看谁的 这边挡了一下阿姬 但是阿姬调整非常女性 没有受到不严重的影响 最后五个还有一点一个 上来了 颜续点 看边上 感觉是别上 我看一看 又被石石给抵出去了 我们说的二戏历代女草位 现在是一个倒训 倒训 对 就从目前的位置来看是这样的 但是刚说完 明天出现了一个反超 六秒 对 东方这边也不算 但是 哦 蹭墙了这一波 那这个距离又是再一次拉开了一点 是落到第四名的位置 对 小玉顺利路线 现在这里 应挤 挤开了小玉 那是狮子上来了 是的 收益的是狮子 而且后面的路程的话 又交出来 你再挤 你再卡一下 那道 路线 路线 走下脚 最后甩尾 是那位狮子 没有拍谁 11分是显得是宁静的 这边的这个快速 要比紧 更快一点 哎 这边挤的已经挤过去了啊 一晃一晃 是啊 对决风可以拿到这个11分 1分数数5秒 是啊 你们挺飘一下 但是还是蹭动一下墙 然后下一个弯道直接过来 哦 但是谦逊就位置不太好 一个暴力点 东方有机会 最后的一个延续点 两位选手 时间相差的并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这边要看路线了 东方完美的压车 最后的弹射不能再拖了吧 然后最后一台顺利冲线 而且这个节奏很好 撞下点喷 延续 CW单喷 侧身有没有喷 刷他有 CW 没问题 这边是 留个小喷 哇 凌兴这一局零失误啊 最后重新成绩多少 1分26秒3啊 这边 谈太早了 我觉得 但是 但是极限啊 但是极限 这边CW没问题 第二圈 看一下 MURACE 这个弹射 凌兴又没出 要开 而对于MURACE 他说 仅剩下最后一个弯道 机会把握住 恭喜MURACE 扳回一分 但是今天后追的选手 基本更猛 哇 阿胜这边连续的弯道关速非常的快 拉近了 而且每一个弯道的路线 他都是看着小玉在飘 这个一个弹射 直接弹过来了 哇 这样的空港好精彩啊 对 最后的一个 等我们要落地点飘一下 阿胜要拿王图了 好的 最后冲线没有问题 恭喜阿胜 但是前面MURACE 路线不好啊 这边弹射 直接拉进到了车尾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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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到了 但是很重要了 落地下来 黑人没有出现失误 最后的弯道 不需要弹射 其实就可以了 哇 最后黑人冲线是没有问题的 哇 阿尼现在再次来到第二名 0.1的时间差 但是这个ECU 这次给到阿尼 这回是阿尼的机会 但是天主了 这一局 最后 有点歪 但是能够控住自己的战车 这一局 突然之间 还是撞 阿尼撞了回来 比赛还在继续 看狮子的极限跑法 都甩 还也极限跑法 都一起甩的话 后面就是断空飘 狮子找路线 看能不能卡位 看一下狮子的极限动空飘 不可以卡位 这个断空飘 不出失误的话 后面就没有机会了 是 还是平稳通过 是的 哎 没问题 有惊无险 WCW 但是速度扣 对 他侧身跟上了一个 所以这样的话 来到最后阶段 下一个半道上去 主动去对抗卡文了 这样的话 CW